女人在野外露营是好心的救助了一条流浪的边墓 可就因为这个善意的举动 却令两人感觉身体不太对劲 赶紧脱掉袜子查看 这才发现脚踝上长了几颗圣人的脓包 本以为是一种过敏反应 可她的腰上同样长满了脓包 当晚男人便出现咳嗽的症状 杰西一脸关切的看着男友 而等他掀开被子后 只见男人腰上的皮肤早已溃烂 立马联系上一辆救护车准备带男友前往 这里的杰西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场景也感觉到不太对劲 还没等他搞清楚状况 驾驶离走 随即将他关进一间小黑屋 杰西拼命求救也无济于事 放下一些食物转身就走 等大门关上杰西 于是便在心里暗自决定 一定要找到男友然后逃出去 很快他便等来了机会 男人第二次送来食物的时候发现不太对劲 透过门缝看到房间里昏暗 于是连忙打开门走进来查看情况 刚一进来就踩到地上碎裂的灯泡 这才发觉自己被骗了 杰西则 冲上来一把就将他扑倒 双方纠缠使杰西打掉了男人脸上的面罩 男人 男人的脖子 男人就这样领了喝饭 解决完男人后 杰西开始四处搜寻男友的下落 但当他看到男友时还是被惊出一身冷汗 直接 男人的脖子 男人就这样领了喝饭 解决完男人后 两名持枪的壮汉不知道什么时候闯进他的房子 对方伸墙体壮 即便 男人家在家里休养 桌上放着一把手枪 他时常想一枪了解自己摆脱病痛 但每次他都没有勇气下手 只能乖乖吃药 突然门铃响起 打开门后来人竟是他的顶头上子 在一番寒暄之后上子说明了来意 需要他 这样的他又不想让上子知道自己生命 于是便勉强答应下人 然后打开车门 寻找一切 打算越过边境逃到邻国 为了避免 偏偏 但勉强可以对付义务 第二天他便趁着主人没在家 偷偷潜入人家的房子准备弄点事的